各位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感謝主讓我們今天晚上 還能夠一起在這裡聚會敬拜神 願神的恩典多多的家庭給我們大家 小弟今天想要用這個願神的旨意 行在我們中間 來跟我們大家做互相的勉勵 会讲这个题目是因为在几个月前 在一次读经分享聚会当中 我们那时候是读了马可福音的第十章 那在读马可福音第十章的时候 那时候分享的弟兄姐妹 大家在分享 那我那时候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动 因为马可福音第十章 我们读了很多遍 但是在那一天的时候就发现说 其实在很多的问题 很多人对主耶稣提出问题 那主耶稣在那当下 用很多的教训教导 在教导当时的那些听众 也教导我们 那我发现说 对 其实我们人跟神的想法 有很大的不一样 那人跟神的想法不一样 也造成我们对神的旨意 常常会觉得说 好遥远 好模糊难测 然后我们知道说 我们应该要遵行神的旨意 可是我们常常会说 我们不明白 我们不了解神的旨意在哪里 是什么 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我今天想要从圣经里面的几个例子 来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那什么是神的旨意 首先我们来看旧约的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 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 请看第八节第九节 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八节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第九节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我们常常读这两节经节 那我们常常说 对 你看神的意念 跟我们人的意念是不一样的 那天怎样高过地 那神的道路也要高过我们的道路 神的意念会高过我们的意念 所以我们常常说 我们不了解神 因为真的很难了解 我们跟神有一个很大的差距 那我们继续看这个约伯记 约伯记的四十二章 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 约伯记四十二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 第一节 约伯回答说 约伯回答耶和华说 第二节 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 你的旨意不能拦阻 第三节 谁用无知的言语 使你的旨意隐藏呢 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 这些事太奇妙 是我不知道的 好 这里是约伯 在经历了他所碰到 大概是他人生当中 最艰难的一件事情之后 那神让他明白很多事 所以在那个 在那当下 他有这样子的感慨 说他终于知道了 神的旨意是不能拦阻的 然后神的旨意呢 是隐藏的 是很多东西是太奇妙 是我们人所不明白的 所以在旧约当中 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说明说 我们对神的旨意 很多是无法掌握 无法明白的 虽然说人真的是 在神的面前非常微小 非常的微不足道 但是我们真的 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吗 那神真的不想 让他的想法 让我们人知道吗 其实在有的例子当中 我们看到并不是这样子 我们请来看创世纪的十八章 创世纪十八章 请看十七节 十七节 耶和华说 我所要做的事 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 这里是神准备要毁灭了 这个所多玛城 俄摩拉城 然后在那个时候 他要在做之前 他这样说 我所要做的事 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其实在很多的情况下 神很乐意跟人来分享 一些他的想法 他的意思 所以他就 后面的故事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就是 神就去找亚伯拉罕 把这个事情让他知道 所以我们看到说 亚伯拉罕站在那边去求情 求说 如果城里面有一人 你难道也要这样毁灭那个城吗 难道你不想一些其他的吗 所以神也答应了 神也愿意了 所以他派了天使 到所多玛城里面去 找了罗德 找了他的一家人 跟他们讲 神的意思 是要毁灭这个地方 你们要赶快逃跑 但是后来 他们的反应 我们也都知道 一起来看 创世纪十九章 第十四节 十四节 罗德就出去告诉 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 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 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 他女婿们却 以为他说的是戏言 这里就讲到了 一种人的反应 这些人就是 罗德的女婿 当神的旨意 向他们显露的时候 当神的意思跟他们讲的时候 他们以为那是戏言 所以有时候为什么 神的旨意 没有办法让人知道 因为人不相信 一个不相信的心 让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 神的旨意在哪里 那后面还有一些人 我们从十五节到二十节 这边就讲到了 罗德 他的妻子 他的两个女儿 那我们从小就听到 圣经的故事 这样叙述说 神要带 这个天使要带他们走 他们却迟疑不走 还要天使去拉着他们的手 叫他们赶快逃 赶快逃 把他们带走 那在过程当中 我们也知道 罗德的妻子 他是放不下的 天使叫他们 不要回头看 这个罗德的妻子 回头一看 成了炎柱 所以在这里 我们看到说 真的是 人没有办法了解 神的旨意吗 还是说 人被很多的事情 所牵挂 这些事情的牵挂 让人 自己的意思 摆在神的旨意的前面 让我们 没有办法去 真的接受 真的相信 真的去了解神的旨意 所以说 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的事情 在拖累我们 我们所熟悉的 撒种的比喻里面 讲到那些 撒在荆棘里的那些种子 他们碰到什么问题呢 被荆棘挤住了 主耶稣的解释是说 因为有太多 世上的思虑 钱财的迷惑 让人没有办法 结出果子来 其实就是我们今天 很多人的写照 那我们看到这里 这个是在 《创世纪》的 这两章当中 有看到三种的 一个就是亚伯拉罕 他是深信 深信神的 神给他的计划 他知道 他听就明白了 罗德好像也清楚明白 可是罗德旁边的人呢 罗德的女婿是 以为他是戏言 根本就没有跟得逃出来 罗德的妻子女儿呢 要走不走 拖拖拉拉的 一直的拖延 拖延到甚至 他的妻子 心系将毁灭的 这个城 也成了炎柱 所以这个事情 让我们可以了解说 其实在旧约 神就不断的 想要把他的想法 让人知道 所以在旧约的圣经当中 其实把很多神的想法 都讲在里面 那新约呢 我们来看 刚才所讲到的 马可福音的第十章 请看马可福音第十章 马可福音的第十章 他这里分了好多段 那第一段 当然就是在第一节 到第十二节这边 讲到有关于婚姻 讲到休妻的事情 那时候 这个法利赛人来 问耶稣 事实上是来试探耶稣 说人休妻是可以不可以 这里说意思是要试探他 那我们看这个第五节 第二节说 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印 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 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 神造人是造男造女的 意思就是说 为什么摩西会写出这个 有关于离婚的条例 并不是神的意思 而是因为人的心印 我们常常会把一些事情 它是原因还是结果 会分不清楚 会以为说 你这样定了 那表示说 你同意 你愿意 你要让这个事情发生 其实很多都不是 在我们会堂后面有灭火器 灭火器是做什么用的 是以防万一的 万一如果有 有什么紧急状况的时候 可以使用 但是我们放了灭火器 并不表示说 我们就希望它会着火起来 不是 同样的 在当神让摩西写下 这个有关于修期的条例的时候 也不是说 神愿意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可是人的心印 人的意思跟神的意思 有很大很大的差别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说 我们常常会在那边问 可不可以这样子 可不可以那样子 那个意思 好像都是在探那个底线 那这样是神的意思吗 神同意吗 神答应吗 很多时候是 我们想要怎么做 然后我们想要得到别人的支持 得到别人的 帮我们背书 我们不愿意为自己负责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了 其实人会想出一些东西 来跟神有一些不一样 然后再来就是在第13节到第16节 13节到16节 这边就讲到了说 有人带小孩子要来见耶稣 希望耶稣能够摸摸这些小孩子 然后门徒就责备那些人 14节我们看到了 耶稣看见就恼怒 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当中 记载了很多这样的细节 就是耶稣恼怒 耶稣爱这个人 也是马可福音的特色 写出了耶稣在那个时候 露出了他的一些情绪出来 为什么耶稣会恼怒 因为这些门徒不了解他的意思 为什么门徒会去责备那些人呢 带小孩子来 是因为小孩子太吵人吗 影响秩序 是因为这些小孩子太为不足道了吗 会打倒耶稣的工作吗 还是什么 这里并没有特别讲 但是都有可能 可是耶稣是恼怒这些门徒 你们为什么这么不懂我的心意呢 这里说在神的国正是这样的人 这些孩童 他们其实是得到主耶稣的喜爱的 所以我们会讲说 对 在神的国里 正是像小孩子这样的人 那小孩子我们就会讲说 那小孩子有什么优点呢 我们会说小孩子他会相信大人 他会承认自己的能力不够 他有学习成长的空间 那大人有什么问题呢 大人可能会因为自己的经验 可能会因为自己的成见 会影响了对一些 一些事情的了解 或者说对一些新的知识技能的吸收 影响了他的发展 但是我们有时候也会过度解释 常常在教会当中 有人说我就是很单纯 这里不是说叫我们要做小孩吗 所以我们对这个信仰就说 我就很单纯 我就都不懂 那又有点过头了 我常常都觉得说 我们还可以说我们自己是不懂不知道吗 可是我们偏偏又在一些世界上面 世界上面的事又很懂又很知道 怎么去跟别人去竞争 怎么去跟人家勾心斗奖 这个我们都会 可是对于信仰 我们却又说我们都不懂都不明白 这样子对吗 请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 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 请看二十节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节 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 然而在二世上要做婴孩 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 在哥林多前书当中 保罗免疫我们说 在什么事情上面要做小孩子 在什么事情上面要做大人 他说我们的心智 我们的心智 当然就是在信仰上面 在灵性上面 在属灵的事物上面 我们不是做小孩子的 我们是做大人的 那在什么事情上面要做小孩子呢 在二世上 在这些世界上面的事 我们应该像婴孩一样 但是我们常常都觉得说 怎么可以这样子 那我们在外面就会吃亏啊 我们常常就会被人家占便宜啊 我们常常就怎样 竞争上会不够啊 可是在这里 他的教导跟我们所做出来的 常常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也要思考 到底神的意思 希望我们做小孩 是在什么事情上面做小孩 真的是在信仰上面无知 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事情上面 很聪明吗 他应该完全不是 好 那我们再看回 马可福音的第十章 马可福音的第十章 这边的第三段 就是从第十七节到第二十七节 这边就讲到了 有一个少年人 这边是讲有一个人 但是在马太福音的十九章那边说 他是一个少年人 在路加福音的十八章说 他是一个官 那在这边二十二节说 他是一个产业很多的有钱人 所以如果说把这个福音书 把它集在一起 我们看到一个年轻有钱 然后又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 又蛮高的这样的人 那这样的人 我想在我们的这个社会上 在这个世界上 应该是被很多人羡慕 算是一个人生胜利主 那我们看到他的表现呢 十七节这里说 他是到耶稣的面前 跪在他面前 他是一个谦卑的人 在二十节说 他是从小就已经学会了诫命 然后二十一节这边记载说 耶稣看着他就爱他 所以无论是属世 无论是在耶稣的面前 他都是一个值得我们羡慕的人 那可是耶稣看到了 他的一个致命的缺点 致命的缺点 所以耶稣就跟他说 你还缺少一样 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 然后还要来跟从我 这一讲 二十二节他就变了脸色 忧愁地离开了 那我们看到了 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人 他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他为什么要来耶稣的面前 为什么耶稣这样跟他一讲 他就离开 应该也是他的想法 跟耶稣的想法差太远 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子 我们真的是 所想的 跟耶稣所想的 可能是完全 完全是两回事 那耶稣所讲的是 他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在二十四节 耶稣吸其他的话 门徒吸其他的话 耶稣又对他们说 小子 倚靠钱财的人 进神的国 是何等的难啊 所以问题并不是 前面的他那些优点 他的年轻 他的有钱 他的谦卑 他的遵守率 这些都不是问题 问题是 他的钱很多 让他觉得说 他可以倚靠钱财 所以在二十四节说 倚靠钱财的人 进神的国 是何等的难 为什么倚靠钱财的人 要进神的国 是何等的难呢 一般的人 两个摆在他前面 一个看不见的神 一个是用得到的钱 哪一项 对他来说 是比较有用 可能很多的人 都会认为说 那个看得到的钱 才是有用 看不到的神 看不到的神 我能够做什么呢 好像都做不到 但是我们 从这两个礼拜 我们看到了 这个世界上面 出现了很大的变数 一个这样的疾病 这几个月来 在这个世界上面 这样子蔓延 尤其是这两个星期 这两个星期 让我们也感觉到了 它的威胁 甚至我们看到了 本来台湾说 万点行情已经那么久了 忽然间变得很脆弱 我们看到了其他的国家 它的经济 一下子也都做了改变 所以这两个星期 我相信我们可以再去思考一下 什么是有价值的 什么是可以倚靠的 是这些制度吗 是这些钱财吗 还是有什么可以倚靠 并没有 这些东西我们本来以为说 它就在那里 我们就随手就可以来处理的事情 忽然间都改变了 我们以为那么强的国家 以为那么好的制度 现在我们可能每一样事情 都要打上问号 每一样事情 我们都要重新来思考 所以这些东西 世界上的东西 它是会改变的 所以说我们应该要想 那这个少年财主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事情 就是他说 他从小就已经遵守这些诫命 从小就遵守这一切的 人所要求的这些东西 圣经所要求的东西 他都遵守了 这些到底够不够 对我们来说 我们强调说 要来聚会 要来聚会 是这样子吗 聚会是一个外在的行为 还是你真正改变 你的信仰的一件事情呢 所以我们这两个礼拜 我们昨天晚上也做了决定 未来这两三个礼拜的聚会形式 会有一个改变 当这些改变来到的时候 我们的信仰 也会再次的让我们再思考一下 到底我们所重视的是什么 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还是我们跟人的关系 是我们在 真的在内室里面 祷告这样的关系 还是说要在众人面前 祷告给人家看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接下来 再来看这个28节到45节 28节到45节 当耶稣跟这个少年人 讲完了这一段以后 那彼得就来跟耶稣说 这个少年人忧愁地离开了 他不能够放下 可是我们放下了 我们已经撇下了一些跟从你 那我们要得到什么呢 那这个地方 耶稣首先在三十节这边 他说 从二十九节开始看 二十九节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人为我和福音撇下了房屋 或是弟兄姐妹 父母儿女田地 三十节 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 就是房屋 弟兄姐妹 母亲儿女田地 并且要受逼迫 再来世必得永生 所以在这个地方 耶稣跟他说 你放下了今生的这一切 你会在今生就得到百倍 将来还要得到永生 这样的讲法 我也觉得非常不容易了解 我觉得说 为什么我房屋要得百倍这么好 可是我们谁得到百倍 这个弟兄姐妹 谁得到百倍的弟兄姐妹呢 后来我慢慢了解 也许不是数量上的百倍 除了数量以外 还有这个实质的品质上面的百倍 我们想象一下 你如果有一个房屋 这个房屋让你非常地操心 非常地麻烦 会漏 它的可能有一些结构 有一些问题 所以你一直在修房子 修完房子以后 可能这个邻居 可能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 让你很心烦的地方 旁边制造噪音 可能制造有一些 让你就觉得说 哎呀 旁边的习惯真不好 你也睡不好 白天也是很麻烦 或者说这些都很好了 旁边在修路 让你回家 也不得安宁 然后都弄完以后 又有一些状况又出来 这样子的房屋 跟另外一个 就是你这些都没有 没有这些状况 你住得非常安心 非常愉快 虽然都是一个房子 但是 从前面到后面 你会发现说 神的恩典真的很大 同样的 你的父母 儿女也是一样 有的都不用让你操心 有的是好多的问题 从他一出生 可能你要一直烦心 烦到你都担心说 如果你不在了 他会怎么办 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那这些就是 这边在告诉我们说 在今生 其实我们 以为所有的这一切 也是很脆弱 都在神的手中 让他很好 他就很好 让他很麻烦 他就很麻烦 那 在这一段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 三十五节以下 就讲到了 雅各约翰 就来找耶稣 说我们希望 能够 当你德国的时候 在你的荣耀里 我们两个 一个坐你右边 一个坐你左边 那 三十八节 耶稣说 你们不知道 所求的是什么 我喝的杯 你们能喝吗 我受的喜 你们能受吗 他们说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 这里又看到了一个 耶稣跟我们的想法 差很多的地方 我们用这个世界上面的 制度在想 以后天国荣耀里面的事情 我们会要求这个 会要求那个 可是这些 真的是 我们应该这样去想的吗 所以后面就发生了 这个门徒之间的一些不愉快 怎么有人会跑到耶稣旁边去 要求这个 要求那个 想要凌驾在我们之上呢 所以后面耶稣又跟他们讲说 你们中间谁愿意为首的 必做众人的仆人 这个又是让我们会觉得说 到底我们在想什么 主耶稣在讲的 跟我们所求的 跟我们所努力 所追求的 真的有太多的差异了 然后最后有一段 这一段46节到52节 讲到虾子巴迪买的事情 虾子巴迪买 它是一个虾子 它是一个讨犯的 那在耶稣经过的时候 他一听到耶稣来了 他就大声的喊 47节说 他就喊着说 大卫子子孙耶稣啊 可怜我吧 然后48节说 有许多人责备他 不许他作声 他却越发大声喊 那这个地方 49节 耶稣站住叫他过来 所以我们又再一次的看到 这个耶稣的门徒 在不晓得是在帮耶稣 还是在做 耶稣所不喜悦的事情 因为 这些门徒会去责备他 因为大概又跟 责备小孩子一样 太吵了 太乱了 你在这个妨碍 主耶稣的传福音的工作 可是耶稣看到什么 看到这个人 他的情词迫切 他的真心可慕 所以我们 为什么我们常常会站在 这个神的面前 在帮神做一些 做一些不合他主义的决定 或者在帮他 乱开支票 怎么会这样子呢 我们常常就是很直觉的 用我们过去的经验 用我们自己的成见 去想事情 而没有站在 主耶稣的这一边在想 所以说我们看 不管从旧约 从新约 我们看到了 其实神跟人 在想的事情 看事情 有很大的不一样 所以说我们要了解说 神的旨意 真的更是 我们需要去了解明白的 那么神的旨意 对我们来说 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 我们该如何去设想 请来看 罗马书的第十二章 罗马书的第十二章 请看第二节 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何为神的善良 存全 可喜悦的旨意 这里说我们要去查验 查验神的旨意 祂是善良 存全 可喜悦的 有时候我们看到 这个查验 就会觉得说 神的旨意为什么要去查验 难道是我们不相信吗 其实这个地方的查验 是一种在确认 记得在国中开始 我们的数学就有证明题 让你去证明一些数学定理 那我们就要做一些演算 把这个定理把它证明出来 那这个过程 并不是我们不相信这个定理 而是说你需要经过这个过程 来确认说这个定理是对的 就跟这里所讲的一样 我们去查验 查验何为神的善良 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是要我们去看 其实神的旨意 祂的本质是善良的 祂是存全的 是可喜悦的 但是我们常常在抗拒 我们常常在讲说 就会觉得说 不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用表面来判断这些事情 就像罗德他的妻子 他的女儿们 他们会觉得说 我住在这里好好的 为什么叫我离开呢 讲什么这里要发生事情 根本就不是这样子 所以他会一直抗拒 会一直在拖延 想说这个过去了就没事了 但是神的善良 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其实有时候已经显露出来了 让我们要去执行了 只是我们都在那边抗拒而已 那我们来看 以夫所书的第五章 以夫所书的第五章 请看 第八节到第十一节 第八节 从前你们是暗昧的 但如今在主里是光明的 行事为人就当向光明的子女 光明所结的果子 就是一切良善 公义 诚实 第十节 总要查验何为 足所喜悦的事情 十一节 那暗昧无异的事 不要与人同心 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 这里就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当我们成为光明的子女 那我们就要脱去过去 这个暗昧的行为 然后要查验 第十节说 查验何为足所喜悦的事 那这个查验就跟刚才 我们所看的 罗马书十二章里面的 查验是一样的字 就是你要去了解 要去知道 这里说足所喜悦的事 那事实上 足所喜悦的事 就是神的旨意 其实我们说 为什么难测 不容易了解 因为足所喜悦的事情 我们应该要去做 但是我们不去做 常常就会拖延 常常就会抗拒 常常就会认为说 那是别人该做的 不是我要做的 然后就一直抗拒他 抗拒他 然后就说 神没有明确的讲说 要做这个 神没有明确的讲说 不能够做那个 所以就一直这样子 在那边说 我就不知道 其实这里就讲 足所喜悦的事 就是神的旨意 哪一些 我们应该都知道 因为圣经里面 其实都一直这样在讲 我们可以看 贴撒罗人家前书第四章 贴撒罗人家前书第四章 请看第一节到第三节 第一节 弟兄们我还有话要说 我们当靠着主耶稣 求你们 劝你们 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 知道该怎样行 可以讨神的喜悦 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 更加勉励 你们原晓得 我们凭主耶稣 传给你们的什么命令 神的旨意 就是要 要你们成为圣洁 远离隐行 这里就 明确的这样说了 说 第一节说 知道该怎样行 可以讨神的喜悦 该怎样行 可以讨神的喜悦 那保罗勉励 这个贴撒罗人家教会的人说 你们已经做很好了 前面第一章开始就讲说 你们的信心 你们的爱心 你们的盼望 这些都可以成为 大家的榜样 那怎么讨神的喜悦呢 就是照所行的 更加勉励 然后第三节 就讲得更清楚 神的旨意是什么 就是叫我们要成为圣洁 远离隐行 所以不用去想说 哎呀 到底我应该向右走 向右走 还是向左走 该向前 还是向后退 很多就是这样子 一个大原则 我们成为圣洁 远离隐行 就是神给我们的旨意 那我们再看 同样 贴撒罗人家前书 第五章的第十五节到十八节 第五章的第十五节到十八节 十五节 你们要谨慎 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 或是彼此相待 或是待众人 要追求良善 十六节 要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这里就讲 神给我们的旨意是什么 后面这几样非常清楚 常常追求良善 常常喜乐 不住祷告 凡事谢恩 这个就是主耶稣要我们做的 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就是这些事情 而不是叫我们悠悠愁愁的 在那边担心这个担心那个 我们是应该就是 有喜乐的心 祷告 祷告 谢恩 真的这样的心 无论在什么样的状况下 当我们顺利的时候 或者当我们不顺利的时候 都是这样子 所以说 在圣经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叙述 其实都是这样子的大原则 就这样做就对了 所以我们再回来想 罗德 他的一家人 我们为什么会不了解神的旨意 就像他们一样 可能因为不相信 可能因为心系这个世界 那当然还有其他原因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 哥林多前书 请看第二章的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 十一节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 谁知道人的事 这样除了神的灵 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十二节 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 乃是从神来的灵 叫我们能知道神 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在这里第十一节 这样说 除了神的灵 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 在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 他确实是无法了解 那我们看到在旧约的那些人 因为没有神的灵 确实也很难了解 所以跟着耶稣的那些门徒 虽然跟了好几年 可是当耶稣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显得是 那么对神的旨意是 那么不明白 也不难了解 因为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受圣灵 那十二节这样说 可是我们所领受的 不是世上来的灵 乃是从神来的灵 所以我们是可以了解 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所以我们应该 要有这样的信心 神既然把他的圣灵都赐给我们了 我们就不应该再去想说 我们不明白 我们不了解 离我们太远 其实神的灵在我们里面 不是让我们只是拿一个 天国的机票 天国的护照这样而已 而是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就应该去了解 什么事情是神所喜悦的 我们做什么 能够让神悦纳 这是我们在这个世上 很重要的功课 所以我们这要看一下 哥罗西书的第一章 请看哥罗西书第一章 第一章的第九节 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 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 也就为你们不住地祷告祈求 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 物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所以这是可以祈求的 这是在哥罗西书这个地方 保罗他告诉哥罗西的信徒 他说从听见的日子 就为那边的信徒 不断地祷告祈求 愿他们能够在一切属灵的智慧 物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我们也是一样 就是希望我们在祷告当中 能够祈求这样的事情 就是能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那知道以后要做什么呢 第十节 请看第十节 好叫你们行事为人 对得起主 凡事蒙他的喜悦 在一切善事上 结果是渐渐多知道神 所以知道神的旨意 是让我们知道该做什么 怎么把它行出来 怎么能够在行事为人上面 能够对得起神 然后蒙他喜悦 所以重点不在于说 我们怎么样可以趋吉避凶 而是说我们怎么样做 可以得到神的喜悦 什么事情是他希望我们做的 那我们最后再来看 马太福音的第六章 马太福音的第六章 请看第十节 第十节这是我们很熟悉的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子弟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主耶稣教我们这样祷告 教我们祷告的时候说 愿你的国降临 愿神的国能够降临 愿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所以今天我用这个题目 愿神的旨意行在我们中间 就是这样子 希望说神的旨意 能够行在我们中间 让我们行事为人 能够得到神的悦纳 能够让神会称赞我们是一个好的信徒 好的仆人 我们再看一下西伯来书的第十三章 西伯来书第十三章 请看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二十节 但愿是平安的神 就是那凭 勇约之血 使群羊的大牧人 我主耶稣 从死里复活的神 二十一节 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 叫你们遵行祂的旨意 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 行祂所喜悦的事 愿神要归给祂之道永远阿门 这边是西伯来书的作者 在差不多最后的时候 也是有一个祷告跟勉励 这边说 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 叫你们遵行祂的旨意 什么叫做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 在英文里面是这样翻译 就是equip you with 就是给你们做遵行旨意的 所需要的这一切的工具也好 能力也好 那对我们来说 做圣工所需要的能力 做圣工所需要的恩赐 做圣工所需要的健康的身体 做圣工所需要的时间 钱财这些的 都是从神那边而来的 当我们有了这些的时候 我们要把它怎么样的为主所用 所以说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 然后叫你们能够遵行祂的旨意 为了遵行神的旨意 让我们有这些的能力 然后在 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 行祂所喜悦的事 就是在我们心里面感动我们 给我们动力 让我们知道说该做哪些事情 那我想 最后这两个节 应该就是我们应该 常常祈求的地方 我们明白 我们也祈求神给我们这样的能力 让我们能够把该做的事情 把它做出来 那晚上的分享就到这边 我们一起来唱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